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過去的這兩天 中國的不少的五毛和小粉紅那是嗨翻了天了 因為在G20峰會上面 川普答應習近平 第一個是讓美國的公司向華為繼續出售他們的產品 第二是不繼續提高關稅 第三個他還表示希望和中共形成戰略夥伴的關係 第四個最讓五毛感覺得興奮的 感覺的熱血澎湃的就是川普讚揚了他們的習大大 他們的一名領袖說習近平是近二百年以來中國最偉大的領袖 簡直是比毛主席還偉大 你說那些小粉紅聽了之後怎麼能夠不熱血澎湃呢 他們就奔走相告習大普奔 所以說國內的這些網站上面這些社交平台上面 那現在是鋪天蓋地的這種言論說 美國人終於現在呀要讓步了 川普終於向習大大投降了 這種言論呢 因為他的這個量太大了 所以說多多少少的對其他的那些 這個民主派的朋友會形成一些困擾 那有很多朋友啊 他們最近啊 因為翻牆很困難 得到的信息不全面 所以看見了之後啊 就會有一些灰心喪氣 說這個川普是不是這次又中了習近平的緩兵之計了 又上了習近平的當 或者是乾脆向習近平投降了 我告訴大家 這絕對不是真相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看清楚事件的本質 那今天呢 我就想來給這些五毛小粉紅啊 要來普及一下國際政治和歷史的常識 同時呢 也要給民主派的朋友來吃一點點定心丸 大家都知道啊 美國過去 中共過去批評美國說 你們的這個外交政策啊 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 那沒錯 這是美國的這個過去傳統的鷹派強硬派 他們在對付美國的敵人 在對付國際秩序的 這些破壞者的時候 他們所採取的政策 這個政策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在20世紀初的時候 大概是1900年前後 那個時候美國有個總統叫做西奧多羅斯福 那是個狠角色 對外呀 是非常強硬的 但是美國的這些強硬派鷹派啊 他們都有個特點 因為他們都是文明人 雖然很強硬 但是呢 他們都是文明人 不是那種窮兵獨舞的 一味的要用這個戰爭手段解決問題 美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領袖 那西奧多羅斯福呢 他就有一句啊 著名的名言 他就說 你在國際這個 衝突的這個場合當中 如果你能夠啊 口吐溫和的語言 手持打棒 你會走得更遠 口吐溫和語言 手持打棒 這就是美國 鷹派的 傳統鷹派的 他們的這個政策 後來呢 有人跟他一架工 就變成了 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 胡蘿蔔就是要跟人家說好話 要給人家利益 大棒呢 就是當你不聽話的時候 當你 出現這個 不這個正常的 違反國際規則的 這些行為的時候 那大棒就要拿出來 就要來打你 那麼大家看一看 中共啊 這個川普 對待中共的 過去的這兩年的 這個政策 是不是正好 就符合 美國鷹派的這個 傳統的政策呢 如果你們不信 我們再回顧一下 過去這一兩年 中美關係的這個 歷史 川普上台以後啊 他用了一段時間 來處理國內的事件 國內的這個佈局 攘外必先案內嘛 佈局好了之後 到2017年的 年底的時候 他就第1次訪問了中國 見到了習近平 習近平呢 還領他參觀了故宮 參觀了過去 中國的皇帝 接見這個萬國使臣的地方 習近平過了一把皇帝影 在那一次 訪問中國的過程當中啊 川普 那對於習近平 對於中共啊 那是和言越色 說了不少好聽的話 以至於習近平和川普 這個中共的人呢 都認為 川普這個人呢 比較好糊弄 哪裡知道川普回到國內之後 馬上就開始了 對中共的這個進行了佈局 要開始打擊他們了 到了2018年的年初 川普手下的人就用了這個301條款 來調查中共的在國際貿易當中 尤其是對美貿易當中的一些不法行進 貿易戰就正式開始了 這就是第一輪的 這個胡蘿蔔加大棒 川普訪問中國的時候給他們胡蘿蔔了 那麼回國之後啊 就拿大棒開始打他們了 這是第一輪 那麼第二輪呢 那就是啊 這個習近平一看見啊 川普要搞貿易戰了 那個時候啊 一下子氣不打一出來 說了不少的狠話啊 中國的所有的這些宣傳機器也都動員起來了 要跟美國開戰 要血戰到底 吃草都不怕 那這個時候川普又開始用胡蘿蔔 要把習近平拉過來 讓他過來吃這個胡蘿蔔 他就一直在讚揚習近平 說他跟習近平 個人之間的關係如何的好 他們是好朋友 習近平呢 這個人呢也是非常的厲害啊 這個人呢是非常的有遠見 非常的有領導能力 說了一通好話之後啊 到了 2018年年中的時候 大棒接著就來了 500億美金的這個啊 中國出口美國商品 徵收25%的關稅 這一輪大棒打下去啊 中共當時就有點 暈了頭了 暈了頭了 中共又開始跟美國啊 又開始試好了 那麼這個時候啊 川普又要開始這個 技術又拿出他的胡蘿蔔了 到了2018年 年底 G20峰會 阿根廷舉辦G20峰會的時候 川普和習近平見了面了 在那次見面當中 川普啊 給習近平 不僅僅是語言上面 給他吃胡蘿蔔 而且實際上還給中共啊 一些好處 比如說啊 他就說這個對中芯 過去是有制裁的 那個時候就說不制裁了 可以讓他們呢 這個買美國的產品 買美國的芯片了 中芯一下子死而復生啊 當然了付了一些罰款 同時呢 美國人也派人到中心裡面去監視他們 同時呢 川普也告訴習近平說 我們這個可以啊 休戰三十三個月啊 這三個月之內 我們絕對不增加 這個關稅 那麼習近平 得到了這個胡蘿蔔之後啊 心裡面又高興了一陣子 到了三月份 今年三月份呢 他還給習近平一個胡蘿蔔吃 就是說我們就可以繼續推遲 時間不夠 談判的時間呢 不夠我們還可以繼續談 又給他推遲了 那直到習近平又表現出來啊 這個他想反悔 又想把過去的這個 談判已經談成的那些條款 全部推翻 這個時候川普馬上拿成大棒 那當場就是一劑蒙棍 就是增加二百億 二千億美金的中國出口商品的這個關稅 提高到25% 這一劑大棒啊 真是把習近平給打悶了 打悶了 那過去的這麼多的這麼多的這個 歷史案例在這裡 就是說啊 你吃了胡蘿蔔之後啊 馬上後面接著等待你的就是大棒 為什麼這些五毛啊 這些小粉紅硬是不接受這些教訓 你即使是一頭鯉 你經過了這三次胡蘿蔔加大棒之後啊 你應當也有一個條件反射的這個機制 已經要啟動起來了 你一次看見胡蘿蔔 你就知道後面應當有大棒了 那一頭鯉都知道 你們為什麼不知道呢 那同時呢 我也想大家這個知道啊 川普政權呢 他是絕對啊 這一套政策啊 他只是用來對付他們的敵人的 對付這些國際秩序的 國際和平的破壞者的 他絕對不是用來對付那些他的真正的盟國的 比如說啊 在這次G20峰會上面川普 他在會見習近平之前 也和十幾個國家的這些首腦進行了會晤進行了會談 那其中有兩個國家 非常值得注意的啊 第一個國家呢 就是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 是一個這個國土面積非常廣大的國家 雖然人口很少但是他的資源豐富啊 面積廣大 而且澳大利亞是美國的傳統的盟國 在一戰和二戰當中都是美國的戰友 並肩作戰的 那現在也是五眼聯盟的一個成員 那他跟這個美國人在文化上面是完全一致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就是美國在太平洋 西西邊的這樣的一個重要的盟國 除了日本韓國台灣之外 這是重要的一個盟國 那麼他跟澳大利亞見面談什麼呢 那就是談西太平洋地區的這個安全和秩序啊 那西太平洋地區最大的這個安全和秩序的這個破壞者是誰呀 那就是中共啊 中共一方面在台海地區一直威脅著要動武 另外一方面在南海地區不斷地製造摩擦 那現在美國跟這個澳大利亞 大家就是要進一步的加強這種同盟的關係 就是來對付中共的 那第二個值得注意的這個會談呢 就是川普和印度總理莫迪的會談 大家都知道現在國際產業鏈正在重塑 那中國過去呢是佔領的這個產業鏈的這個 勞動密集性產品低端產品的這個生產的這一部分是世界工廠 現在這個國際產業鏈要轉移了 那這個世界工廠的角色要從中國轉移到其他的國家了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國家啊 當那個經濟剛剛開始起步的時候啊 那都是承擔的這樣的一個角色啊 擔任的這樣一個角色 生產這些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的產品啊 大家靠自己出苦力 一代人的苦力 把這個經濟搞起來賺到錢了 然後用這個錢 正常的國家就用這個錢呢 來改善人民的福利啊 建立整個社會福利系統 那醫療啊 教育啊各個方面 養老各個方面都保障了 同時呢 這個整個國家經濟也要提上一個新的台階 因為下一代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之後 他們可以生產出更高端的產品 那這個國家的經濟就升級了 比如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過去都經歷了這個過程 但是呢 有一些國家 主要是那些獨裁專制政權統治的國家 他們就沒有完成這個過程 他們呢 逼迫著廣大的老百姓 付出了血汗付出了青春之後 那整個國家賺到了大量的外匯之後 他們不拿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不拿來建立醫療保障體系 不拿來提高這個教育質量 不拿來 讓人民呢 真正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 他們拿來幹什麼呢 第一個 那是官僚權貴階層 無度的揮霍浪費 同時呢 霸占國家財富把它轉移到海外 藏力起來 那第二個呢 就是運用這些錢財呀 在國內建立起他們的維穩系統 來欺壓老百姓 第三個呢 就是輸出到世界各地 用這些錢呢 來進行經濟上的擴張 和武力 政治上的滲透 甚至是武力上的威脅 那麼 你一旦實行這些整個國家 你在這個 整個世界產業鏈當中啊 你就沒有你自己的地位了 那這個國家就是失敗的國家 你這個國家就掉入了 所謂的拉美陷阱 中產階級陷阱 當你國家的經濟發展到 這樣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難以為繼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啊 產業鏈 他要重塑 那這個 生產低端勞動密集性產品的這個角色 就要由別的國家去承擔 哪個國家能夠取代中國呢 那就是印度 因為印度的這個人口 他的這個面積 和中 他的這個現在的這個教育程度 和他經濟發展的階段 那就正好 可以接替中國的這個角色 所以說 川普和印度總理莫迪 所談判的 那就主要是這個內容 一旦 這個產業鏈的重塑完成了 那麼川普的這個大棒 對中共的這個大棒啊 那就打的就更狠了 那現在呢 我們知道現在中國的這個外資企業啊 大量的撤離 這就是啊 重塑的一個過程 那我相信的這個過程 不會持續太久 那現在已經進行了 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了 不會持續太久 在重塑的過程當中 整個世界經濟啊 他表面上看起來 還是非常和平的 但是呢 唯獨 不利的 就是對中共不利 當然中國老百姓 肯定也要承受 相當大的 相當大的損失 但是呢 如果是讓中共啊 繼續這麼統治下去 那麼 老百姓呢 就是永遠 生活在一個痛苦當中 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這個血汗工廠當中啊 貢獻自己的青春 浪費到自己的生命 貢獻自己的流出自己的血汗 最後得到的是什麼呢 一無所獲 大家去看看現在中國的那幾億農民工 現在呀 他們這個青春耗盡之後啊 回到鄉下 什麼都沒有啊 沒有醫療保障 他們的小孩子沒有接受到很好的教育 那他們呢 自己在養老 將來的養老也是老無所依 在這種情況下 老百姓也不願意繼續在這一套這個世界分工體系當中啊 去繼續幹下去了 真正的啊 東莞的這一些啊工廠現在都已經招不到民工了 因為這種體系 它本身就是不可以長久持續的 它本身就是一個 階段性的一個產物 那麼現在這個階段過去了 這次G20峰會上面還有一件事情啊 讓這個五毛和小粉紅特別興奮的就是啊 川席會啊 當中啊一個字都沒有提到台灣 所以這些五毛小粉紅都說啊 台巴士你們完蛋了啊 川普把你們拋棄了 美國人拿你們做棋子了 實際上啊 根本就不是這樣 這些人呢 這根本沒有國際政治的常識 美國和台灣之間呢 他們是已經形成了一個 牢不可破的同盟關係 因為台灣 因為他的地理位置在這裡 他就是在圍堵中共 圍堵專制政權的最前沿啊 所以說美國必須得支持他們啊 第二個呢 是台灣也必須得需要美國的幫助 因為台灣他是很小人口 比中國大陸少很多 他的軍隊的規模 也比大陸小很多 所以說他一定需要這個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這些自由世界 作為他們強大的後盾在軍事上面在政治上面強大的後盾 所以說這種關係 這種互相需要的這種關係 這個把台灣和美國緊緊的綁在一起 從49年一直到現在從來沒有斷過 即使是79年的時候 美國和台灣啊 斷絕正式的外交關係 但是表面上的啊 那種關係斷絕了 實質上的關係 一直存在著 尤其是在川普上台之後的 這一兩年的時間 美國和台灣 的關係啊 那是加強了很多 比如說美國的軍艦 正式訪問台灣了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正式的進駐台灣了 這就表明了中國你只要是 打台灣 美國一定會參戰 因為美國在那個地方有他們自己的軍隊 你怎麼能不參戰呢 還有就是美國這個 修改 制定了台灣旅行法 現在台灣的領導人 和美國領導人他們可以互訪了 啊第四個那就是 美國的 眾議院最近推出了 台灣保證法 把過去的台灣關係法更提升了一步 最大的一個利好消息 就是啊 在今後短期之內 美國和台灣都有可能簽定啊 這個 雙邊貿易協定 美國會進一步的向台灣 開放他們的市場 這樣讓台灣的 繼續的減少 繼續的減少啊 對於大陸的這種 經濟上的這種依賴 所以說呢 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本來就非常好 現在就進一步的進一步的加強了 川普上台之後進一步的加強了 哪裡存在什麼 拿台灣當棋子 哪裡存在什麼 拋棄台灣 那都是你們的一廂情願的夢想 想打台灣 一點門都沒有 美國人一定 介入 美國的那些盟友 一定會介入 所以說中共啊 你們不要想著 現在啊 自己走投無路了 就狗急跳牆 來向武統台灣 來改變這個局勢 完全沒有可能 那川普的這個對外政策啊 有兩個特徵啊 第一個就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啊 當面好話說盡 下手的時候絕不留情 這是第一個特點 那第二個特點呢 就是啊 你難以預測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啊 給你生出一個胡蘿蔔 什麼時候啊 拿出一個大棒 難以預測 這個時候他就能夠 佔盡主動 總是掌握著這個主動權 川普過去啊 在年輕的時候 他是一個地產商人 在談判上面是高手 曾經寫過一本書 叫做談判的藝術 談判的藝術 這個談判裡面呢 有一個戰略性的原則 那是絕對不能放棄的 就是一定要保持主動權 你要提出你的動議 要提出你的議題 讓對手跟著你的這個議題來走 跟著你的意圖來走 這個時候啊 你才有可能贏得這個談判 佔據主動 這是川普的一個非常 顯著的特色 無論是跟習近平這個 雙邊的這種關係 還是跟這個金正恩的關係 他都表現出 非常強的 這種掌握主動權的 這種特徵 你像這次 他在這個大阪峰會的時候 就發了一條推特 就說啊 希望他在訪問南韓的時候 能夠跟 北韓的這個獨裁者 金正恩 見面在哪裡見面呢 在板門店 在那個非軍事區 來見面 那本來呢 像這種兩個敵對國家之間 元首的見面 還一般來講都要 費時好幾個月 雙方的這些 幕僚啊 手下的這些人 都要準備各種各樣的細節 準備好了 大家才去 而川普呢 他這個時候 不按照排你出排 直接發一條推特 直接的向金正恩 提出了一個邀請 金正恩 你說他接不接受這個邀請 你如果是不接受 那就說明你不知好歹呀 現在美國 向你生出了胡蘿蔔 你都生出了橄欖枝 你都不來接 那怎麼能行呢 你如果是接受 那就是 接受了川普的領導了 那果然呢 金正恩 面對著這個生過來的胡蘿蔔 不接受 不行啊 因為金正恩現在 在國內的局勢也不好 經濟也不好啊 他也不能完全相信 中國的這個 習近平 對他的這些許諾 所以他就接受了 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就接受了 接受了之後兩個人 真的就在把門店 就見了面了 而且呢 歷史上 第一次啊 美國的總統元首啊 跨進了北韓的土地 他邀請金正恩 訪問白宮 那金正恩 就得答應了 那 同時呢 他也 讓金正恩 承諾了 說他呀 最近這個 不試射導彈 尤其是彈道導彈 不試射導彈 就是說明他的核武器呀 就沒有辦法啊 升到太空裡面 沒有辦法襲擊其他的地方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外交上的成就 就靠這麼一條推特就解決了 川普這種不按牌裏出牌的方法 就讓他在國際談判當中 掌握了 主動性 那麼這一次呢 這個主動性呢 不僅僅是對朝鮮啊 對這個金正恩掌握了主動性 他實際上也是在為今後跟習近平之間的交往啊 掌握了主動性 那習近平一直是把朝鮮作為他手中的對付美國的一張牌 而川普呢現在 一伸手過去就把這張牌啊緊緊的抓到手上 自己就把這張牌把對手的牌抓到手上了 你說金正恩訪問了白宮 那麼下一次他談得好的時候 那是不是有可能兩國之間就達成了一個 無核化的協議呢 極有可能 一旦金正恩放棄了他的核武器 那麼 中共就不再可能把朝鮮當作他的一張牌了 那麼習近平在和川普啊 這個較勁的時候他手上啊又少了一張王牌 那他今後是不是會更加的啊 這個對川普啊 無可奈何了 所以說現在的這個局勢啊 實際上是對中共是相當相當的不利的 大家不要看著表面上川普說啊 我暫時不增加你的關稅了啊 我不暫時不制裁華為了啊 再說習近平幾句好話 大家就覺得哎呀這個國際局勢風雲突變 不會變的 有一些細節的地方變 但是整體的趨勢是不會變的 那就是啊 美國和西方世界現在已經 正式的徹底的放棄了 對中共政權的綏靖主義政策 現在要開始全面的圍堵中共了 中共這個國際社會的毒瘤 必須得除掉 否則的話世界的和平 觸到巨大的威脅永遠不會有保障 這就是一個大的戰略的格局 這個格局不會變直到中共滅亡的那天 那同時呢 大家也要看到啊 現在中共啊 他們在國際上面 已經呢 是危機似伏了啊 台灣現在已經把他們呢 給認清楚了 台灣的老百姓已經把他們認清楚了 台灣的親共派在這次2020大選 這個過程當中絕對不會有任何機會 贏得選舉 所以說台灣的這個反共派啊 已經 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確定了 一定會贏了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香港 香港呢 現在老百姓也已經全面的動員起來 來反抗中共在香港的這個統治 反抗他們的代理人 中共在香港的統治 基本上現在已經陷入半癱瘓的狀態 他們今後在香港沒有辦法按照中共的這個指令呢 來統治香港啊 這是這個一個好的消息 那麼現在呀 放眼世界你可以看得見幾乎是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中共已經走入了一個死胡同 所有的對他們的不利的因素都已經聚齊了 現在就差一條就是中國老百姓全民上街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老百姓走上街頭進行抗議了 在過去20天當中就發生了三起重大的 老百姓的這個抗爭事件啊 第一起是在廣東珠海的那些學生家長啊 抗議這個教育體制的事件 第二起是在廣東的 雲浮式的老百姓為了保護環境 而和當地的官僚啊 和當地的這個權貴進行抗爭的事件 第三次就是現在還正在進行的 就是武漢的 楊羅市的這個市民呢 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存環境 舉行了幾萬人的抗爭事件 一個月之內 應該說是20天之內 連續爆發這種大規模的抗爭事件 這就是說明中共現在啊 這個這個啊 他們的統治啊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 老百姓的這個怒火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了 現在就差一步 就是幾個城市 同時啊 在一個星期之內 或者在兩三天之內 同時爆發這種大規模的 過萬人的這種抗爭事件 那就會形成共振效應 就會形成強大的政治上的衝擊力 就會把中共的這個秩序充垮 就會引發出千百萬人同時走上街頭 那這一天呢 很快就會到來 所以說大家 一定要為這一天的到來 現在呀要及時的儘快的去做好準備 那我最近的跟國內的朋友交往的比較多 其中有一個朋友啊 相當相當的 非常的厲害 相當有戰略眼光 他就是說 現在民主團隊啊 已經找到了 這個組織的辦法 我們不像過去一樣 組個政黨啊 這個組個秘密團體啊 要搞什麼武裝暴動 現在不搞了 大家就用這種公民圈的辦法 也就是社交圈的辦法 有相同理念的人 大家就經常聚在一起 大家討論理念 探討道路 然後呢 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形成一個實質性的 團隊 沒有名稱 但是有團隊的 有政治組織的 實質 這種小團隊 人數也不用太多 商五個到八九個 核心的成員 然後呢 在外圍聯繫很多 這些支持者 這樣就夠了 有這樣的小團隊 今後啊 在大變局到來的時候 就會起到重大的作用 那這些小團隊呢 現在中共他們也知道 我們民主派的這個組織策略 早就知道了 我們這個策略已經推廣了六七年了 但是呢 他們沒有能力 在一些 這個 地級市或者是縣城 在這個級別的中小城市 進行監控 在大城市北上廣 和這個省會城市 他們的監控體系 已經建立的 比較完善了 不是說民主派完全沒有空間 但是呢 他們監控的比較完善 所以說呢 我們民主派的現在呀 要進一步的向基層再發展 到那些地級市 到那些縣城 去發展 我們的人 現在呀 對中共 不滿的人 非常非常的多 對現狀不滿的人 你越往基層走 不滿的人就越多 跟那些人 跟那些人裡面的 這些傑出人物有能力的人 跟他們聯繫起來 大家形成一個團隊的這種關係 當大變局到來的那一天 我們就可以呀 領導本地的街頭運動 我們就可以把街頭人群組織起來 形成本地的政治團體 甚至是奪取本地的政權 當全國各地形成了無數個 現級的市級的省級的這種公民自治的政治組織 或者是政府之戶 那麼 民主的基礎那就固若驚湯了 中共就再也不要想 恢復他們的極權統治了 這就是中國民主發展之鬥 那麼現在 從現在開始 大家就應當 加緊準備 巨變的那一天很快到來 就看我們準備的如何 我們準備的越完善 那麼巨變到來的時候 整個中國的轉變 就會越迅速 越平穩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這個收聽收看 下一次再見 謝謝